该物种在消失,50多年后再次延伸 据报道,俄美三林业管理所生态站工程师梁东参与了找尘过程,他表示 近年来,我门林业管理所加大和各大科研单位的合作力度,这次是通过科研单位提供的线索,发现了三个疑似风斑林花的个体。 风斑林花围四川俄美山独有物种,生活在海拔1800米左右的增幅烟运郁林区,以多种昆虫和小动物围食。 成都师范学院教授黄刚介绍,据我个人了解,可能是这个物种本来就是一个极小种群,在俄美山分布得非常狭窄。 加之现在的全球气候变化,可能这个物种的活动节律也有了一定的改变。 这三个疑似风斑林花的个体,经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进一步鉴定,被最终认定为消失半个多世纪的风斑林花。 有非常重要的科学意义。首先我们定一个物种是否灭绝有一个标准,就是五十年没有再发现一个全没的个体,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物种已经灭绝了。 风斑林花现在时隔五十多年被我们重新找到了,一方面证实了自然间物种,它有自我修复,恢复的能力。 增强了我们今后对生物保护的信心另一方面,这个物种的再次发现,也给我们科学家提供了一些珍贵的藤霓物种的基础数据。 黄刚说,据悉,俄眉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。 全山拥有野生高等植物三千七百多种,野生动物超过二千三百种。 下一步,我们将加强俄眉山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宣传,完善监测体系, 确保俄眉山生物多样性愈来愈丰富。 四川俄眉山森林生态站副站长夏钟琳表示, 感谢你的观看。 我希望你觉得这个影片内容丰富有趣。 如果你喜欢所看到的内容,请无必订阅我的频道, 以随时了解我的所有最新内容。 我有各种播放列表,涵过广泛的主题,因此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的内容。 透过订阅,你将第一个知道新影片何时发布。 如果你希望我在以后的影片中介绍任何问题或主题,请随时在下面答表评论。 你的回归有助于我创建适合你的兴趣和需求的内容。 我喜欢听取观众的意见并重视你的意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我们的时间内容承误,请 move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